让所有的立法院每一位委员都有强大的制衡力 在大家彼此互相尊重的情况之下 能够有更多合作的面向 国民党团的总调报君记和嘉宾传统和友 他的国会在政策一提出就好在招待 共同的奉行危险 可怀 俗诗行动 并且也不加对 那也只好开个社会会应该这个 调查权 听证权以及藐视国会罪 我们希望这么做 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是 认为我们这个是获权 那事实上有关这个规 这个部分其实民进党早就提出过了 国会特征组其实并没有违反 权力分立原则 到最后如果一个案子有问题 起诉与否还是有检察官为之 国会特征组你可以呼吁你国会又有 司法权了 又有检察权了 这是严重的现任冲突 警察官出身的李宗宣等等 竟然能够讲出这种言论 何其遗憾 认证配平如果不认证五个国会的制度 但是如果认证不让每一位立委 跟他得正组的调查官 最终没得要是亏后 适合得正组 立委吻孝林能够提出之后 一定收到立委的同意 所以能够跟英尊协议 没时间要看完便宜 针对他们有违法失职 或有重大的这个适游 经过立法院的这个 譬如说三分之一的委员的提案 二分之一委员或三分之二的这个同意 就应该可以要求相关的部会首长免职 宣法对于立法院的职责 非常清楚 就是修法 那个审议算 现在过后等等 你要立法院要扩权请去修宣 好不好 一想听开 自己在设计 自己讲自己 给自己爽的 这个是一笑大方 请国民党记忆讲下去没有关系 那贏党两次再度加做过多数 不断出役 想要丁卡手 但是一直给你贏这期在抗款 美食新闻综合报导